BGM 还有晚上今天聊什么 今天邀请的是阿亮大师 继续来跟我们分析乌克兰的情势 乌克兰的情势 现在到底会不会进入全面战争 其实全世界都在猜 普丁的下一步要做什么 那普丁的下一步要做什麼 阿良 下一步啊 這個給我感覺啦 是從A計劃進入B計劃 那A計劃他本來就是希望 澤仁斯基 能夠 急流勇退 那做出改變立場 那因為他大概也知道 比如說美國還有歐盟 不可能做一個國際協議 說不讓 烏克蘭參加北約 這個說不過去啦 他們也不好下台階 可是 因為貨是澤仁斯基自己引起來的 我跟你講一段 稍微那個歷史要背景要講一下 2014年事實上那個時候烏克蘭的 那個總統是Poloshenko Poloshenko在烏東宣佈獨立之後他發動了三次攻擊 結果死了 14000人 烏東就陷入了內戰 一直到今天都沒有結束啦 大概已經98年了 那Poloshenko後來就在法德 俄羅斯介入之下 後來就達成了明斯克協議嘛 那基本上就是承認這個地方的自治 那就是獨立自主 那澤仁斯基是2019年上台的 那澤仁斯基上台之後就立刻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 烏克蘭加入北約住憲 寫入憲法 那這個等於就是沒有轉還空間了啦 這個好比台灣 直接修憲 說要排毒罵 那你就沒有轉還空間了 那本來Poloshenko 他雖然也是反俄派 可是他是用政治處理 所以他有一點轉還空間 那因為在明斯克之後 就大概尊重了烏東的自治權 那 那個澤仁斯基做了一件更 過頭的事啦 就是他 公佈那個國語法 那烏克蘭作為唯一的國語 然後俄語不得在公共場合使用 那這個就有點類似比如說馬來西亞、印尼 當年限制華語 那這個就引起了俄羅斯裔的 嚴重反彈 就是 他們覺得這個就是文化滅絕 而且俄語在歷史上 本來就 比那個 烏克蘭語要更 優越啦 我講的優越是指說他的影響 的範圍啦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澤仁斯基做了這兩件事 才使得烏克蘭危機迅速惡化 所以為什麼人家會覺得Poloshenko又被送回來 所以人家就覺得說那是一個轉圜嘛 那 澤仁斯基還用叛國罪涉嫌叛國 那後來不是交了保釋金嗎對不對 他現在人還在烏克蘭 所以我講這個背景是要跟你講說 事實上這個危機 歐盟跟美國也有 也認為 澤仁斯基有部分責任 就說Poloshenko沒事 你怎麼會搞成這樣 那普京在 澤仁斯基 把加入北約入線 還有實施了國語法 他就認為是文化媚絕 那 之後就開始成兵邊境 那他本來的A計劃 A計劃就是我從白俄羅斯 從 烏克蘭邊境到克里米亞 全面包圍大概13萬人部署 那看你自己要不要退 他本來的想法是這樣 那沒想到 澤仁斯基 就是完全不退 那雖然說 澤仁斯基內部也開始產生不同的意見 包括他的駐英國大使 開始講說我們不會申請北約 可是這個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入線 那入線 你一定要涉及一種 白紙黑字的方式來陳述 不能用口頭了 那我認為 普京眼看 第一階段的我們講A計劃 他這個為了13萬 沒有結果 所以他就進入B計劃 B計劃他是假借說這個烏東地區這兩個共和國 他本來就宣佈獨立了 那是基於 文化滅絕的理由宣佈獨立 那只是沒有人承認 所以 他就玩了一個國內的一個政治的 正當化的程序 就是由國會提案 說我們要支持這個烏東兩個共和國的獨立運動 然後普京最後簽署了這個文件 而且普京還玩了一招啦 就他召開一個國安會議 逐一 確認 每個人都贊成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不是我決定的 是國會跟整個國安會的成員共同決定 有民主程序 對 那就表示這個是一個俄羅斯的集體意志 是這個意思 然後他就 你就知道他出兵嘛 那出兵坦白講這個是違反國際法的啦 因為 這個這兩個共和國並沒有人承認獨立嘛 所以你說你是違和 這個是你的說法啦 因為他認為那兩個國家已經獨立了嘛 然後他們被 烏克蘭的軍隊 這個 攻擊 這被文化滅絕嘛 然後甚至在攻擊嘛 而且他們也抓到了烏克蘭的一輛坦克車越過俄羅斯邊境 然後他們 聲稱打死了五個人 這個我們也不能夠確認 我現在只是講俄羅斯的說法 所以他就說他是違和啊 是聯合國憲章 他的違和行動 這簡直是說不通啊 因為違和一定要經過國際組織的認可 比如說聯合國 現在違和部隊只有聯合國啊 那你這個完全沒有經過聯合國嘛 是你自己講的嘛 所以歐盟跟美國當然不可能承認嘛 所以 基本上美國在前一天上是說你 跟全世界論調都一樣 說你侵犯烏克蘭的主權 那昨天拜登改口喔 他說是侵略 拜登昨天改口了 他是說侵略的開始 對對對 開始到底是開始的還是在開始 Beginning of invasion 對啊我在這個點上我到底是去了還是沒去 因為 俄羅斯也是很 老狐狸啦 他就是 我們叫做 越境 然後他試圖要維持秩序 他還沒有開火 而且目前我聽到的是傭兵 不是正規軍 那這裡就是有一個轉圜的餘地啦 他們國內你看我們是俄羅斯的國民意志啊 國會通過國安會成員都通過 不是我個人的意思喔 所以就有一些俄羅斯人看不下去 所以就自主傭兵過來了 他有點這個味道 就要為自己設轉圜空間啦 所以你看他會這麼在乎這些 細節 你就看出他不是真的要侵略 因為 這侵略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可行性的問題 烏克蘭的面積是60萬平方公里 那上次那個喬治亞的危機 喬治亞的面積只有 1.6萬公里 這個面積相差了 你去算一下嘛 相差了40倍 烏克蘭你其實打下基輔也沒有用啦 你因為 烏克蘭人跟波蘭人 烏克蘭這境內有波蘭裔的 也有烏克蘭裔的 他們大概佔80% 他們是絕對反俄羅斯的啦 所以這個游擊戰不會結束 也就是說 烏克蘭這個戰爭不管是誰打 都不會結束 因為他太大 所以美國為什麼一直講說他不會出兵 因為他知道這個戰爭 不是一種局部的可以控制的規模 短時間之內打不完 打不完啦 打不完啦 那美國 坦白說啦美國最不喜歡不確定性 那 所以坦白講普京難道不知道嗎 普京當然也知道 所以你看他 重視那個方方面面的細節啦 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用意啦 我覺得他的用意就是我講的進入B計劃 B計劃是什麼呢 就是他現在達成了三個 目標 我坦白講這個 因為我叫談判 這等於是創造了一個新的談判結構 所以那個川普 我們 普哥寫過一本書叫做 交易的技術 川普這本書是暢銷書啊 The art of the deal 所以川普一看就說 哎呀他昨天就說普京真是天才啊 他講的英文叫做Pretty Savi 非常精明啊 他創造了三個新的籌碼 第一個是 我的傭兵越境 這個就造成了一個既成事實嘛 那第二個就是 我承認了這兩個共和國 而且簽署了互助友好條約 那 還有第三個 這個互助友好條約 允許雙方建設 軍事基地 這三個都是新的籌碼 這什麼意思呢 他意思就是說 在A計劃的時候 他是希望澤倫斯基 你主觀啊 想通 那你就自己調整你的做法吧 就回到明斯克協議 對對對 可是他不理你嘛 不理你 他只好進入B計劃 這B計劃是 我創造新的三個籌碼 來逼你交易 我就說哎 你再不跟我交易喔 那這三個可能會成為 現實喔 比如說他現在軍事基地還沒蓋 可是你如果 都不理我 那我跟你講 俄羅斯就會開始撤動一些他的 友好國家來承認這兩個共和國 比如說他可以撤動白俄羅斯來承認 可以 撤動哈薩克來承認 對不對 他現在還降得動多少國家 我認為至少會有四五個啦 四五個降得動 比如敘利亞 之類的 反正他也不會一下就打完了 他就要讓你覺得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外交承認只有我自己搞 事實上國際上很多國際政治都是這樣 就你能夠動員的承認的國家這是一種嘛 就是說 他可能會擴大這個 戰果 就是說你如果再不理我 不來跟我做交易 那我第一個我先承認這兩個共和國 你如果不理我 我就再多一點國家進來承認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我用兵已經在裡面了 那我再派多一點 這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就是 我真的開始蓋軍事基地 那這個就沒完沒了 那烏克蘭要不要 樂見這個局面 因為美國今天這個Net Price就是他的國務院發言人又再度說 美國不會出兵 不要再問了 而且任何情況都不會出兵 你覺得美國為什麼這個時候還要再講這樣的話呢 我覺得美國 我認為 等於是某種程度就在認為說 Zelensky 你面對 情況吧 這個情況 美國不會出兵 那美國不會出兵 那個 歐洲怎麼可能出兵 歐洲更沒有軍事上的實力 所以等於就是說 你要面對這個現實的情況 這現實的情況就是 俄羅斯決定在這邊 帳篷搭起來了 要開始 燒飯 生活 然後要蓋基地 那你 那個北約議題就跟人家交易一下吧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不過美國不只說他不出兵 他還開始把他的特種部隊撤出烏克蘭 他不只是不出兵他還撤兵了 而且這最後一個特種部隊把自己的外交官保護 他這個動作就是 絕對不讓美俄這兩個核大國有 直接交戰的機會 就這個意思 事實上你看那個 拜登那個時候不是要撤僑嗎 結果我昨天就看到那個 那個國務院 他上面登了一個啟示 美國的國務院 的網站 說 烏克蘭的美國公民啊 請 跟這個電話聯絡 讓我們知道我們怎麼幫助你 他那個拜登那時候也講 他說 我們 不會出兵進去撤僑 因為美國公民在烏克蘭有3萬人 人數蠻多的 那他早就開始宣布 就是 請他們趕快離開嘛對不對 日本也是一樣 歐洲也是一樣 那除了法國之外 那中國還是 原地辦公 那基本上就是 美國的方式也是 為什麼不出兵 因為拜登不是講了嗎 如果不小心跟俄軍幹上 就是第3次世界大戰 所以 我覺得這個邏輯 拜登是一直 嚴守 就是 我們絕對不能夠跟俄軍幹上 那因為不知道他會不會打烏克蘭 所以 我們烏克蘭的特種部隊就乾脆離開 不知道你會不會打但是我就先撤 那不就是告訴俄羅斯說你想打可以打嗎 可是普京也 也不會打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普丁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大打 一個是不打 可是大打的風險太高了 就是 因為烏克蘭我跟你講 這不是 這個比阿富汗還嚴重 因為他無險可守 那你 60萬平方公里的地方你怎麼佔領 你到處 我跟你講烏克蘭你要知道烏克蘭的歷史 烏克蘭是 哥沙克 那個軍事組織的遺留下來 那群人大部分都住在烏克蘭 所以那個烏東地區 那個哥沙克 是整個 蘇聯帝國裡面 殺二世代最骁勇三戰的一群人 那有各種族裔 就俄羅斯裔的也有參加 烏克蘭裔的也有參加 很多人都有參加過 那大部分都是在烏克蘭 所以這群人就是很會 很會打仗 很會打仗 我認為就是沒完沒了 那 而且人口是4400萬 那你說八成也有3000萬人 是反對你的 所以我不認為普京會 這個 天真愚蠢到冒這個風險 要大打 大打的意思通常定義為 你打下基辅 全面進攻 也不一定是全面進攻 因為太大了 一般認為可能 首都攻下來就算是 這是兩種說法 一種是直接打基辅 因為基辅距離白俄羅斯大概只有100公里 那離烏東只有200公里 那估計一天或兩天就打下來了 然後呢 你打下基辅沒用啊 除非你立刻扶植一個 烏克蘭的政治領導人 可是責任司機不會認輸啊 他一定事先就跑到烏西去了 烏西那麼廣大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有人也講過這個 CNN的軍事專家就是這樣分析 就他會沿著亞述海 因為他那邊可以直接來 連上那個克里米亞 那這一段 就等於是把亞述海的海岸線全部佔領 那這一段是可以防守 所以有人就從軍事目標來看 就是說 其實俄羅斯如果要擴張版圖 應該是打這一邊 就是 而不是是往上打基辅 應該是往下打 因為基辅你守不住 那 可是問題就是說你如果沒有打基辅 那烏克蘭就更不會認輸啊 不是嗎 所以他現在要醞釀的恐怕 不是 在擴張 因為我跟你講你如果 離開了這兩個共和國 真的出兵啊 那不管是你打哪裡的 打基辅也好 或者是打亞述海那邊 都是侵略 這個毫無疑 你說那個時候 美國就會處理了嗎 不是 不是處理 你就是說 你要叫美國進來幫你 然後說要勸退烏克蘭 說你就認了吧 北約你不要參加 這個美國跟歐盟的正當性會變低啦 可是美國跟歐盟現在有這麼做嗎 在勸烏克蘭 你就不要加入北約 那個法德就是 希望你回到民事各協議 大家來談一談嘛 事實上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只是說他不能公開講 不 這種話不能講 我大國怎麼可以這樣 拜登不是叫他去避下風頭嗎 我跟你講那個比如說我們 比喻到兩岸 美國頂多也只有講說你們兩岸好好對話 和平解決爭議 就講到這裡而已嘛 那事實上 如果真的發生那個 塔亞的統獨衝突 那當美國做這個意思的時候你大概就知道他的意思 這個跟法德 情況是一樣的 所以你不要走得太極端 烏克蘭你不要太堅持北約 你現在也不能參加啦 這是我不能講 因為我講太沒有面子了嘛 這個就是外交嘛 所以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回到剛剛我的論點就是說 俄羅斯也知道 他如果離開這兩個共和國 把軍隊開到以外的地區 就是侵略了 他沒有 沒有說話的餘地了 沒有模糊的空間 沒有模糊的空間 因為你現在是說因為文化滅絕嘛 然後這兩個共和國宣佈獨立了嘛 那我現在只是承認他 所以就我內部 俄羅斯的國民意志來講 我們是在違和 是民族主義的 一個兄弟國的支持嘛 那你離開兄弟國你是要幹嘛 那又不是你的兄弟國 那你就是侵略了嘛 這還有話說嗎 是侵略的情況之下 那個美國跟歐盟就沒有退的餘地了 我不是說他為軍事介入啦 而是說他沒有理由不站在烏克蘭這邊啦 我的意思 這裡 因為普丁要的 不是佔領烏克蘭 絕對不是啦 他要的是他的地緣的 政治的安全得到 確認 所以我一直 我上次在這個節目就講過嘛 說普丁要的事實上是 一種地緣政治上的安全的底線 說我受不了了 因為 在這過去這麼幾年 十幾個國家陸陸續續加入北約 那以前 東歐那就算了 那個波羅地亞三小國也就算了 事實上艾薩尼亞加入 對俄羅斯就已經有很大的威脅了 因為艾薩尼亞有一個小段的邊境 跟俄羅斯是接在一起的 那那邊只要 部署中程飛彈 大概就可以打到莫斯科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已經 已經忍很久了啦 那這次等於是大爆發啦 那大爆發是 2019年 兩個大動作 讓他得到藉口 就是第一個領袖縣 把加入北約納入憲法 第二個是國語法 開始排斥 俄語 他就決定出手了 所以你覺得今天發生這個危機 是 烏克蘭挑釁俄羅斯造成的嗎 因為他們之間的不和 早就有了 我剛剛跟你講 2014年那個普羅宣克 他還 三次去打烏冬啊 可是都失敗 你看你連烏冬都打不贏 因為烏冬的人也很強悍 然後就民事各協議 所以應該為什麼現在所有的 大部分的國家都會說要回到民事各協議 因為這個當就是當時處理的模式嘛 所以你說 你惹了這個事 就是說 普京一定會這樣說啦 說你自己破壞了民事各協議 你現在西方就說 普京是破壞了民事各協議 事實上兩邊都有責任 我的意思是這樣 就2019年 責任斯基做的那個動作 事實上就是破壞民事各協議 因為你不是要尊重人家的獨立自主嗎 那文化自主你為什麼不尊重 為什麼要用國語法 讓兩個俄 俄羅斯 絕大多數的地方 不能使用俄語 這是什麼邏輯呢 對不對 然後你把他加入北約 那就完全 已經 就民事各協議就已經基礎動搖了嘛 那當然普京這個動作 也是破壞民事各協議 這我當然同意 普京可能會說你先破壞 對對對 應該是說你先破壞 然後我就成兵邊境 本來是要施壓 讓你主觀退讓 讓你回去的 結果你拒絕嘛 你拒絕嘛 那你拒絕我只好客觀上在弄這個形式嘛 這就是我講的B計劃嘛 所以本來是A計劃 我這個A計劃就要逼你退嘛 結果你拒絕嘛 那你破壞了民事各協議 你拒絕喔 你A計劃 我A計劃你不認 那我只要進入B計劃 那B計劃他也破壞了民事各協議 那就兩邊要不要各自退 變成這樣 大家一起都回到 民事各協議 可以解決這個危機 對對可是他的做法就是 我們就談判架構來講是不一樣的 因為普丁已經創造了新的談判條件 對 所以他現在手上籌碼多三張 對 所以你要跟他談 更困難 對 沒有錯 好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現在B計劃的狀況是美國 不只是 不會 進軍烏克蘭 還說要撤出烏克蘭 特種部隊撤 這跟前幾個禮拜 所說的包括82空降師 哪裡都去 這個也沒有去烏克蘭 這個是去利桃 就是說 之前美國告訴 大家的是說 他們會去處理這個危機 那現在反而 就是完全要撤出烏克蘭 那對於烏克蘭來講 現在最重要是 他自己宣佈了什麼 緊急 緊急狀態 就全國總動員 全國徵兵18歲到60歲 還徵到60歲 這個 就表示說他是想要 在B計劃 普丁的B計劃當中跟 俄羅斯作戰 對那這個就 坦白講了就取決於 Zelensky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支撐力 我跟你講 Zelensky 2019年當選的時候是 73%得票率 73% 那1月的民調跌到23% 他現在民調只有23% 所以 這個俄羅斯製造的危機 並沒有讓他的民調上升 顯然有一些人是認為 你有責任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 為什麼會在 Zelensky的政府內部 開始聽到一些雜音 為什麼西方 我認為是西方 西方為什麼要把普羅宣告送回來 普羅宣告 Zelensky把他定位為涉嫌叛亂 竟然可以交保 這個背後沒有西方的壓力 我很難相信 那當然最可能的是美國 普羅宣告交了2400萬美元的 保釋金 然後 他現在就在烏克蘭境內 普羅宣告也是反俄派 就基本上反俄陣營 對於 Zelensky這樣的處理方式 他們是有意見的 這個就好比 民進黨 升率同樣都是獨派 可是 也有對兩岸的不同策略 對不對 比如說有些人就說 這個要不要修憲啊 有些人就是不贊成 你說Zelensky是 獨派 升率獨派 然後 普羅宣告是蔡英文路線 這個意思嗎 我覺得蔡英文比普羅宣告更好一點 我的意思是說 蔡英文就是穩健派 他知道什麼是紅線 比如說 今年本來有人要提 因為今年是修憲年 民進黨有人提案啊 說要 要修那個主權範圍啊 結果柯建民就把他擋掉了 柯建民當然就是總統的受益 就說民進那個 台灣並沒有出現 Zelensky這樣的人 那Zelensky這樣的人就是 如果站在台灣來做比喻啊就是 他就是要修憲嘛 他只要把那個 那個台灣獨立 把他明著講 那他這個一樣嘛 你就把北約明著講 那Zelensky當然真正有詞啊 他說2008年你歐盟說 我們可以早晚會成為候選國嘛 對不對 那美國在私下的場合也說 烏克蘭你可以試著這條路 怎麼我玩真的你們就不理我 人家的客套話當真了 是啦就是這樣嘛 那我覺得 我覺得小英是有這個政治敏感性的啦 他政治上也夠成熟啦 他當然知道 美國日本歐盟 對台灣的一些肯定啊 哪一些是實的啦 哪一些是口頭上的 這個 你如果連這個都不能區別你怎麼當國家領導人 那Zelensky就是沒有區別嘛 所以他把他玩真的 玩真的才知道 惹大禍 就普京就沒有下台階了 那就佈了這個局嘛 這個就是西方對你的善意你把他都玩真的 那玩真的就很麻煩了 因為如果說大家都是插邊球啦比如說我隨便舉例啊比如說 北約也有一些特殊夥伴啦 就是你慢慢進嘛你不要一下子跑到這裡 歐盟 歐盟事實上是法國一開始在抵制 不讓烏克蘭交入歐盟 為什麼 因為你一進來他糧食大國 就被取代了 這邊有利益衝突 那歐盟也有一個條 一個條件啦就是說 你如果有主權爭議你不能參加 那你烏克蘭人家就認為有主權爭議嘛 你有烏東兩個小小朋友 對那我的意思是說 Zelensky 你應該先處理這些細節 那你再去爭取成為北約的特殊夥伴 或者是 歐盟的成員 這個對烏克蘭 比較務實啦 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嘛 而且 最不可取的是他居然去搞國語法 這個顯然就是被激進民族主義操弄了 你看我們台灣就沒有這個 我們台灣是 四大族群 就一開始就標舉這個 所以沒有所謂的文化 壓迫的問題 那 你用單一國語不准人家在公共場合使用 學校不准教 那這個立刻反彈嘛 這是必然啊 那是要推雙語啦 英語成為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Zelensky絕對是有責任的啦 因為Poloshenko也是反俄 他還發動過三次烏冬戰爭 你要知道 所以你論說他對俄羅斯的 那個不信任 也是一樣啊 他也是反俄再贏啊 可是為什麼他那個時候 沒有看到俄羅斯沉冰邊境 他還 打了三次烏冬 那為什麼反而是2019年 Zelensky之後 才惹出這個局面 對不對 你說台灣沒有像 Zelensky這樣的政治人物 賴清德或會是 不會啦 你覺得不會確定 應該不會 他不是說他是誤實的 你覺得 Zelensky是因為不誤實嗎 還是因為 73%的支持度讓他誤以為 烏克蘭當然是這樣啊 選民是希望他這樣 當然是這樣啊 就是73%的得票率 讓他立刻休憲 同一年啊 他立刻休憲 然後把烏克蘭加入北約 坦白講這也是他的競選政見 坦白說啦 可是 競選政見你要把它完成憲法 這還是兩個層次嘛 他覺得他在競選的過程當中 歐美各國都這個支持他這個競選政見 然後扶植他能夠 上台 那他就覺得大家都是認真的要做這件事啊 是啊 對啊 我跟你講我們人際關係啊 我常常說你的好話 不意味著我要支持你當總經理 你懂我的意思 那你如果 連對這種 國際政治的這種相關的 互動 你全部都當真 那你這個人是不是太天真啊 台灣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台灣 在蔡英文 執政之後民進黨大概已經被 這個 至少他已經更 了解這個國際現實的狀態了 而且美國 這裡就是我要講的啦 就是美國對台灣還是保持戰略模糊 他沒有像烏克蘭這樣 美國都跟你講我不會出兵 我不會出兵 我不會出兵 任何情況我都不會出兵 你還聽不懂 你是說也順便講給台灣聽就是 沒有啊 美國在處理烏克蘭失敗的經驗會 影響到他未來處理台灣的方式嗎 美國 因為烏克蘭美國是 出兵是 沒有可行性 我坦白說啦 就是 烏克蘭戰略地位重不重 當然很重要 他是 歐洲跟俄羅斯的緩衝區嘛 最重要的緩衝區 而且他物產豐富 是糧食大國等等 可是 這個 萬里平原直到波蘭嘛 無險可守嘛 那完全就是地面部隊作戰 所以美國認為這個完全沒有可行性 這個是軍事上的 這個不等於說我政治上不認為他重要 美國還是認為他政治上很重要啊 可是軍事上他鎖不住嘛 因為這是萬里平原嘛 跟台灣不一樣 台灣認為 美國至少認為這個在軍事上還可以僵持一陣子 至少以目前啦 那當然未來 中國大陸有可能更強大嘛 中國可以直接繞過你嘛 還不是一樣到第二島鏈去 可是就是說 美國在評估一件事情 美國是一個 很現實的一個民族啦 他會有各種解決方案 然後各種 那個戰略的評估戰術的作為啊 那烏克蘭在他的心目中 就是一個守不住的地方嘛 所以他只能夠在政治上周旋的 說這個地方很重要 可是他不會出兵啦 只會採外交途徑去處理 對 那因為當然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跟俄羅斯都是核大國 而且中國的實力遠超過俄羅斯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為了要跟中國交戰那個 我認為 謹慎程度也會很高啦 因為 俄羅斯現在的軍費啊 大概只有如果用美元計價啦 只有美國的8% 俄羅斯啊 那當然因為盧布一直被壓抑嘛 我認為俄羅斯的軍費應該 大概是美國的15%左右啦 因為盧布被壓抑嘛 所以這個會價是不準確的 那中國呢 中國的 軍事預算公司有美元計價大概就有美國的60%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像美國這麼 容易計算政治現實利益的人 當他 考慮到他要跟俄羅斯 打一仗或是跟中國打一仗的話 對中國 跟中國打一仗 對他來講代價比跟俄羅斯打還要大 當然啦 當然更大 可是問題就是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太重要了 我想台灣啦 應該說 台海這一代太重要了 會重要到他不惜代價嗎 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還是維持戰略模糊 那我們那天也看到芝加哥一個政治教授叫 那個 Mersheimer 那是現實主義的大師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說美國對台灣非出兵不可 對不對 那 也重要到非出兵不可 對對對他說 那他的論調其實是 我認為也很有代表性 就美國輸掉台灣不是只輸掉台灣 是輸掉第一島鏈 因為日本也會覺得守不住 那日本同時就會改變他對中 關係的策略 因為日本就會覺得 美國 靠不住啊 那我也要改變跟中國的戰略關係啦 那整個 整個這個亞太地區啦 就會產生連連動效應 我覺得 Mersheimer這個論調我是同意的啦 就台灣問題對美國來講是第一島鏈的問題 不是台灣這個地方的問題 所以是連動的 那美國現在當然不認輸嘛 而且認為還僵持得住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台灣海峽嘛 就他要 那個攻打的難度遠超過烏克蘭 遠超過 那俄羅斯只要乘兵邊境 望過去都 一望無際的平原 可是對俄羅斯來講也是一個風險 因為這個一望無際的平原一路到波蘭啊 所以他要打 打烏克蘭他一定要打到 波蘭才算結束 才會碰到那個德東那一帶 可是不可能這樣打嘛 你這樣打就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所以他也很難守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烏克蘭雖然普京現在 他的傭兵進入這兩個共和國啦 可是我認為大打的機會 很低啦 所以 最可能的還是不打 就是B計劃 對就是B計劃 那B計劃就是 就是我要跟你交易 C計劃現在想不出來是什麼 想不出來是什麼 因為 你只要進入烏克蘭 進來就是侵略了 那個會讓你的 那就是世界大戰啊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世界大戰 就是你就是侵略者 這個國際上 沒什麼話好講 因為 這兩個共和國有宣佈獨立嘛 所以你還有一些模糊地帶 可以說是我們民族主義 俄羅斯全民的國民意志 認為我們要保護他 而且我派去了只是傭兵 我正規區沒去 而且我沒有開火 我沒有開火 我並沒有要打烏克蘭 他現在還可以這樣說 你如果真的打烏克蘭那就很嚴重 一定有大量死傷 而且還會有難民 烏克蘭 前一陣子的估計是會有500萬難民 500萬難民跑到 歐洲去 波蘭啊等等國家 誰受得了 所以 這個一定沒完沒了的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普京不會算到這個 所以比較可能就是不打 可是不打就是說我佔了三個新的籌碼 那我就會開始跟法德啊 還有美國啊來談說 你叫烏克蘭來交易吧 那前一陣子我用主觀券說他不理我 我成兵 還不構成有效籌碼 這個我們談判學裡面叫 有效籌碼 不夠有效 你只是成兵嘛 那烏克蘭認為你是玩假的 不理你 好我現在就真的進來了 那創造這新的 那烏東這兩個共和國你要不要 你如果不要 我就發動別的國家來承認他 我在那邊就開始蓋軍事基地 我看你怎麼辦 所以烏克蘭就要去評估得失了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以前只有 陳兵邊境對他有一種威脅的評估嘛 那烏克蘭認為那個威脅是虛的嘛 所以他不理他 那現在是我真的進來了 那你德更斯那個厲害 是很清楚 那 你這個時候要不要來交易 就變成這樣 所以普丁現在的角度來看喔 如果你西方國家還是用過去克里米亞那一套 對 俄羅斯經濟制裁的手段 去想要解決 此時此刻的問題 就是B計畫 創造出了那麼多新的籌碼 還是要用舊方法 去解決他 沒有用 是完全沒有用的 我跟你講 現在你看到 宣布的那個製裁方案啦 大部分就是集中在 在歐美日的銀行 不讓他銷售主權債券嘛 那這個在克里米亞這段早就發生了 克里米亞製裁已經8年了 2014年到現在 那 俄羅斯當然經濟受到嚴重影響 可是 大概就是這樣 那 其他比如說 抵制個人的啦 等等 或者是什麼 英國什麼 凍結這個普丁三大金主的財產 那 日本也宣稱 說要凍結某些俄羅斯人的 富豪財產 富豪財產等等 可是 普丁會怕這個嗎 不會因為他不會認為這個會是長期的 那簡單就是 這個危機大家要不要解決啦 那 我覺得普京是有超前準備的啦 比如說俄羅斯現在的外匯存體是6000億美元 這個是近幾年的新高 所以他是有準備的 就我有錢 那第二個就是 他輸往歐洲的天然氣事實上也在減少 他就是 然後還有比如說黃金儲備也在增加 然後當然最重要是他中俄搞了一個聯合聲明 那美國昨天又傳出一個說我要抵制你的晶片 抵制你的科技產品 台灣也要加入 對 那個台灣 我們 結果美國那個白宮跟商務部沒有證實 所以這個只是喊話還沒有實際落選 一個官員的喊話 那昨天 我們經濟部次長 曾文森接受採訪也說這個還沒有確定 因為你要抵制 台灣有出口晶片到俄羅斯嗎 我跟你講 真正能夠 我們上次他說要比照華為 美國這樣說 華為主要是因為高階晶片 他要做手機 華為被抵制的傷害很深 那連Google後來也抵制他嘛對不對 因為美國確實控制了 高階晶片的生產設備跟 軟件 所以這是有效的 可是俄羅斯並沒有生產手機 你要抵制俄羅斯是說抵制他的科技產品 還有什麼他的 海事的設備 船上的一些設備等等 那這些並不是什麼多高階的產品 他一樣可以從韓國跟中國買 那難道 你要在抵制中國說你不能賣給他嗎 這有完沒完 因為俄羅斯 坦白說他除了能源之外 他的出口貿易我去查的數字只有300億美元 很少 非常少 所以上一次克里米亞的制裁 不含能源項目 沒有天然氣跟石油 那這一次 會把這一個重要 對俄羅斯經濟的 所以德國不是表示 對美國效忠嗎 他說暫停北溪二號計劃對不對 可是他用的詞叫暫停 暫停 事實上北溪二號還沒有完全蓋完 那等於就是暫停 這個計劃也沒那麼容易 整個停掉 因為裡面俄羅斯投資50% 那西方的部分有5家公司 那有各種合約保障 所以你不可能用一個 政治理由就把人家停掉 那個法律會搞不完 那你可以用他們看到他們的用語 用語就是暫停 要嘛就是 你看日本日本最賊溜溜的 日本看到美國 那趕快跟進 跟進就是 日本不准俄羅斯國債在日本販售 不是 抵制一些銀行嗎 國債 國債交易 就主錢債券 這個聽起來就覺得就是 就是要有象徵性 感覺沒誠意 這全世界最有誠意對俄羅斯的 抵制是英國嗎 英國 對啦他抵制了5家銀行 然後 那3個金主 凍結財財 那個影響都不大 我說實在 坦白講那個 克里米亞那時候第一波那個制裁是有效的 所以 俄羅斯當然就受到很大的傷害 因為昨天我看那個股市 歐股跟 俄羅斯 俄羅斯的股市昨天居然是上漲 你知道 不是宣佈抵制計劃嗎 那後來美股是又下錯 重錯 跌了400多點 可是 歐股跟俄羅斯股市因為他們比較早收盤 他一開始都是漲的 那俄羅斯是連漲連跌5天 跌到了300多點 跌很深 跌20幾塊 那昨天上漲 那表示 我覺得股市是最敏感的 他就在評估這個危機到底走到哪裡 所以他 看起來就是這個危機好像 差不多了 就是普丁會停在B計劃 會再繼續 而且他認為 他們大概判斷這個B計劃 應該會有一些結果 會奏效 普丁的B計劃會奏效 所以這一局普丁又贏了 也不能這樣講 你只能夠說他戰術贏了 戰術贏了就是 就大家回到明斯科協議 那烏克蘭就是 憲法那個 要加入北約那個怎麼樣用一個白紙黑字來表達 又要修憲了嗎 他也不一定要修憲 有人是建議說你就要寫個說 我10年內就不搞這個事了 這也是另外一種 洞捷這個憲法 也不叫洞捷 就是他另外用一個 效力來壓過他 徵修條文 也不一定要寫到憲法上 這個可能是一個雙邊協議 所以我不會發動這件事 那另外就是 你把俄語也列入國語 這個不難 這個不難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像陶冬啊 那個 這個 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 他就寫了一個我就看 他說 這個地緣政治危機如果解除 那可能股市會有V型反彈 因為我看了美國的一些報告 他們也說 已經超跌5%到7% 就完全是地緣政治因素 因為烏克蘭的這一場危機 對對對因為事實上通膨並不 那個通膨的效應早就反應了 那除非有進一步的 惡化啦 那烏克蘭這個危機因為大家聯動的想到的是天然氣嘛 就能源會大漲 那就會惡化通膨 所以因為這樣來再跌啦 比如天然氣 這個 我那天看這個他 軍隊進入 那天然氣就這樣8% 就立刻跳起來了 那後來又稍微跌一下 不過就是說這個直接影響的就是通膨 那這個就考慮牽涉到美國了啦 因為美國在這裡我覺得他是 我是同意逃東的判斷啦 美國是一個戰略贏家啦 就是 再次凸顯出歐洲面對俄羅斯的軍事啊 毫無反擊能力 所以美國就繼續確認他在北約的領導地位 所以這是拜登的大戰略 所以我說他是戰略贏家嘛 那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在這一波裡面美國也有一些獲利啦 因為歐元一定會貶值 事實上我看到了就是歐元在貶值 那美元在升值 所以歐洲會有一些資金移到美國 可是就政治上啦 俄羅斯是戰術贏家啦 就是他可能會得到他的目的啦 就是回到民事各協議 那對烏東地區要有一定的尊重 那 這個 北約 就暫時不完了 大概是這樣 那至於 普丁已經造成了一個 三個現實的 變動 他要不要 再回到原點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比如說承認兩個共和國獨立啊 他都已經吃到了為什麼還要吐出來 欸對對因為 俄羅斯的這個長期從沙爾時代以來的這種 政治習慣啊真的就是你剛剛那句話 吃到嘴巴裡了怎麼挖得出來對不對 這個 就虎口奪食啊 這個俄羅斯真的歷史上 這種經驗是很少的 所以現在烏克蘭就很頭痛 所以一定要法國 德國啦 美國這種力量進來啦 就說俄羅斯你吐一點出來吧 至少軍事基地還沒開始蓋嘛 對不對 可是他傭兵進去了 那俄羅斯會說這個不是我的正規軍啊 那傭兵自己要去我有什麼辦法 這個是公司付錢啦 對不對 這個鬼才相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承認了這兩個共和國 我認為承認這兩個共和國可能收不回去了 那另外兩個比較容易調整 不過照這個 狀況來看的話 烏克蘭危機可以說是 基本上已經進入最後的尾聲了 只是看談判交易的條件 大家最後怎麼樣去談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烏克蘭應該是 整個事件當中最大的輸家 不曉得他要輸掉什麼 現在還在列強的談判桌上 正在籌碼交易當中 烏克蘭 光是資金外流就120億美元 對喔 他的前100大富豪只剩下4個富豪 還在國內都逃逛了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阿亮的分析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要加入會員 另外訂閱按讚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